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由居外網主持的Property Insider 是的 其實我是Evan 我是Melissa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實我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海外房產 其實現在很多香港的朋友 海外房產投資其實都會遍佈全世界的國家 當然東南亞也是一個非常熱門的地區 為什麼呢 其實東南亞國家一來近香港 二來平均他們的投資 房地產投資的入門 就是那個入場費 是的 其實是比較低的 相對來說就吸引了 其實之前一直香港的朋友比較熱門 熱門的國家大概是馬來西亞 新加坡 港人很喜歡旅遊的泰國 泰國 其實之前可能大家的習慣就是 其實可能我想去一個長假期 當有長假期的時候 我買過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 就買了一個好像度假的那樣 當有長假的時候我就去過一個度假了 其實近幾年大家也可能 那些人的投資的目標 其實就轉向一些新興的國家 其實他們的入場費 是比其他剛剛說的三個國家更加低 而且其實那個回報 都是一個很穩定的上升趨勢 其實那個原因當然有很多 其實大家可能都知道 其實可能是一帶一路 這幾年都有 所以其實我們都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其實東南亞新興的投資國家 新興的熱點其實有哪幾個 可能就是柬埔寨 柬埔寨、越南、紀律賓等等 其實今天這集想跟大家講一下 柬埔寨這個新興的投資熱點 其實究竟是投資柬埔寨的房產 其實那個原因 還有為什麼它會突然這麼熱 還有其實大家也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一連兩集 其實都會跟大家探討一下 就是投資柬埔寨的提示 所以我們很高興可以請到 IQI Global Head of International Sales 的Mandy 上來和我們講一下 好 Hello Mandy Hello Mandy Hello Mandy 其實Mandy就是IQI Global Head of International Sales 其實她的團隊 其實都是看很多東南亞國家的房產 一代 所以其實都想 Mandy已經非常之有認識 非常之經驗 是的 所以其實想多問一些關於 柬埔寨這個投資新國家 其實很多香港人 其實可能比較少聽到柬埔寨 這個國家 我覺得好像發展中 好像究竟是不是比較落後一點呢 其實現在這幾年的情況 應該就不是的 是的 還有其實這幾年 近年 柬埔寨 就是旅遊的資訊 我都聽很多 可能也有很多住宅興起 或者樓盤放租都很受歡迎 所以今天事不宜遲 Mandy和我們分享一下 好啊 其實很多人都問 為什麼會投資在柬埔寨的房產 其實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可以說的重點就是 它的地理為止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柬埔寨是在東南亞的中心點 它也是一帶一路的主要路線之一 再加上柬埔寨和中國 他們其實已經是聯盟了 所以就變成很重要的朋友了 所以就變成他們投資 中國在投資在柬埔寨方面 其實他們就出了 怎麼說呢 又出錢又出力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變成很多中國人 其實都有開始在柬埔寨投資 尤其是你說的就是他們的建築方面 還有他們的製廠方面 其實都很多人在那裡 再加上日本、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的人 都有在那邊投資、開廠、做生意 所以其中一個是一個重點 其實大義的話 一般上我們大家如果有看新聞 都知道他們的GDP 他們的增長程度其實是挺高的 在9年到10年之間 他們已經是很穩定的 在7% 所以其實對很多新興國家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高的指數 變成對他們國家的經濟 怎麼說呢 發展到比其他國家快很多 而且他們還給他們的主持 當然是說 他們現在還也是有個別的主持 但是現在又不然會有些點 其實他們也會有很多不少 因為這就是他們的主持 讓他們的主持 所以如果他們不是說 他們說他們的主持 會有些特別的基礎 外國人投資在柬埔寨 是 明白 其實都聽到 我想主要都是柬埔寨當地政府的管治理念 因為其實它想開放的國家 其實靠它自己本地的推動經濟 其實遠遠都不及吸引一些外地的投資資金進來 其實它又參加了一帶一路這個 initiative 其實也都是 變相也是透過這個政策 其實也都是改革了不少他們 無論是政治 經濟 社會 很多的制度 變相吸引了不同的海外資金進來 其實就帶動了整個經濟行業 其實應該是泛之很多 不僅是經濟 也是整個社會的氣氛都是不同的 是啊 是啊 尤其是去年那邊的人 那邊的人口呢 年齡就屬於比較年輕一些的 所以變成一般如果你說在柬埔寨 平均的年齡是27歲而已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年輕的國家 所以對經濟發展中呢 其實是挺有關鍵的作用的 因為如果你想像中70%的人口 其實70%的人口是在30歲以下的 如果年輕化的組成就會 怎麼說呢 就會影響到那些勞動力 跟著也是因此會通過了 它的製造業提升它的經濟 其實在那邊的失業率是幾乎0% 幾乎0% 明白是 是啊 知道的 其實外國如果在柬埔寨設廠 其實一定是需要工人去做 那其實剛剛這個正正呢 其實就貼合了當地柬埔寨的人口比率 其實如果是年輕的 其實它根本是那個 供應是一個很多的年輕勞動力 去投入這個勞工市場 那其實變相可能它們就會 當然啦 柬埔寨很大 其實它們其實通常 說真的 外國的設廠一定是去金邊這個大城市 那其實它們變相就會去金邊那裡住了 因為方便它們去上班 還有可以有工作的機會 還有賺多些錢 那所以其實看到這個 其實很多需求都是增強了 就是無論是地區的繁榮性 發展 可能你住屋 其實很多的吸引力都會很大 那還有其實金邊其實一直以來 都是大家在旅港旅遊的話 都是吳哥佛 是啊 是啊 再加上如果你人口的年齡 是屬於比較年輕一些的 那你的消化的市場就比較大一些 因為年輕的都是會喜歡比較花錢多一些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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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什麼看得出呢 其實也都那個Suris本地 其實本地 就是因為可能外國設廠 它有些人去了一些大城市做事 其實它們對住的那個需求 以及旅遊業 其實因為那個國家開放了 其實會吸引更多的遊客 從世界各地來 所以其實它的那個住屋需求都很多 另外就是你去外國人來設廠 那些人都會expect 來到減徒寨 其實三重的影響之下 其實在大城市的那個住屋需求 真的非常之大 是啊 尤其是你講的 近年來你講的San Red的Underwood 其實都很出名的 還有今邊都很多人過去 那變了它們其實應該都有 差不多由2008開始到2019 大概都有10年了 它們的旅遊的升值呢 其實都是很高的 大概都要差不多每一年 它們的成長都差不多10% 然後去 之前我記得是2008的時候 它的數據是 差不多是1.1個million的遊客 那現在去到2019 就是去年 已經上到6.6個million的遊客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成長 你看到其實遊客 其實對這個柬埔寨來說 是不陌生的 完全是很受歡迎 再加上它們 你剛才也有說 做生意的都會在那裡接廠 在那裡做生意 所以它們大部分 我想去年開始就已經增長了 大概是47% 所以其實這個數據都很高 是 我看到政府可能是旅遊人士增加 其實也有外國資金 其實除了這些方面外來的因素來講 本地的支持 其實政府當局都很厲害 可能要見很多基建 是擴張的 例如可能升機場 鐵路 highway 是啊 這些世界級的旅遊景點 除了吸引更加多的旅客參觀之外 其實當地都增設了很多的就業機會 給當地的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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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都有賭場 其實很多人對賭都很有興趣 所以那邊是其中一個 都已經有開了兩間了 就在金邊那裡 然後他們那邊都有一間六星級的酒店 所以將會再建多幾間六星級的酒店 是啊 其實我看到那個潛力真的在這裏 尤其是兩邊 就是無論是當地政府的支持 以及外來的資金也都支持 所以其實看到這個國家 其實真的發展得非常之豐富 尤其是在這十年裏面 是啊 而且剛才當局 就是剛才說 就是政府除了基建之外 其實有很多的政策 也都去支持這件事 就是例如說可能 可能它那個外匯管制 其實那個外匯管制其實就是沒有的 是啊 是啊 無論是多少錢 你出出入入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是啊 而且我也知道原來 就是減逢債那個經濟 基本上那個貨幣 當然當地是有貨幣 但是有很多交易 就是大的交易 其實都是以美金計的 是啊 一般上如果你是商業交易 或者你賣賣房產 或者投資 一般上都是用美金 就算你出去吃東西都好 都是用美金的 其實當地用美金是一個很普遍的貨幣 是啊 其實 簡報債是世界第三大的國家會用美金交易的 也是整個東南亞唯一一個國家是用美金的 所以變成它的美金相比起它自己本國的貨幣 其實是超越百分之八十的 明白明白 其實我又覺得這樣 如果本身當地是用美金 不是用主要的交易也是用美金的話 其實它那個投資 在我們海外人士來說 它那個投資的穩定性是非常之高 因為說真的 如果用通地貨幣 如果有時候可能第二或者第三個國家 它的貨幣有什麼震盪的話 其實就會相對貶值 但是如果用美金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美金真的是世界通行 是的 如果用美金的話 其實它的危機就會低很多 就是投資的安全性就會高很多 是啊 因為你買賣都是以美金為主 所以現在你是怎麼說呢 你是投資在美金的產業 所以變成對將來來說的話 應該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是 明白明白 其實看到這幾樣東西 其實也都講回 其實為什麼我們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柬埔寨是一個投資熱點 尤其是是投資柬埔寨的房地產 其實我剛才也講了 背景的資料給大家 就是做個科普 你就知道那個需求和供應 其實都是有一定程度在這裏 所以才會吸引到這麼多人 近這幾年去投資柬埔寨 其實就是因為外國的資金流入 就是帶動了當地的經濟 當地的旅遊業 其實它對當地的房地產 其實是需求很大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這幾年 其實很多的外國海外的房產發展商 都在那裏蓋房 是的 蓋房 是的 蓋房 你可以說近五年來 你看到實在是很多發展商 從香港開始進去柬埔寨 就蓋房 又或者蓋房 其實你現在去 還有你五年或者七年前去 真的有很大分別了 是 是 那我想問一下Mandy 如果香港朋友 如果在柬埔寨去買樓的話 其實那個業權 有沒有什麼特別我們需要注意一下呢 其實在東南亞國家 現在柬埔寨是其中一個可以 如果你投資房產的話 你可以拿到永久性的產業 其實是一個挺吸引外國人進去投資的 你只需要換18歲 然後你有你的護照 你就可以很自由的 在任何地方賣賣 大二樓以上的公園 外國人就不可以賣地屋 你只可以賣公園 但是你的公園一定要二樓以上 其實會不會就是外國人 就是可以買公園 就是我們叫做 只是二樓或二上 就是地下那些貼地 貼著地下那一層是不能買的 不能買的 或者如果你最近有去過金邊 你可以看到其實如果去市中心 其實它都有很多好像那些 比較像那些店舖的 高高然後有三層那樣的 那下面那一層你肯定買不到的 所以你只是可以買到第二層以上 你就買到了 因為一般上他們下面那一層 他們通常是用來做生意的 所以做生意怎麼樣 他們就會給本地人 所以你第二樓以上 你就可以住的 會不會好像以前 可能幾十年前香港 就前舖後居 所以地下那層主要就是 給本地人士去做小生意 後面就自己住 所以它就推出 所以就有這麼特別的政策出現了 是啊 因為你在金邊 其實你發覺尤其是市中心 其實他們應該都沒有很多地 可以建的那些地屋 所以變成他們就開始建屋了 那如果你看到這些 這些好像店頭那樣的屋 其實都很貴的 市中心 至少你說的都要差不多 一個million 都差不多三個million 美金嗎? 美金 所以真的不是便宜 是啊 是的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很多本地人 他們就開始向郊外那邊投資 因為他們可以買那些地 然後自己建 但是外國人因為就是不可以買地 所以變成我們就唯有是買apartment 所以現在就越來越多apartment的project 就在金邊出現了 哦 明白明白 其實說真的 剛才都有提到 其實柬埔寨它本身那些房價 其實雖然有時候現在已經穩步上升 但是其實相比起其他 就是東南亞的地區 就是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 其實他們的房價都是更低一點 當然比香港是更加低一字 是啊 不過通常如果買apartment 在金邊裏面其實那個售價是怎樣 平均的赤價是多少 平均其實是在2000塊美金到3000塊美金之間 所以如果你相比現在的對率來說 應該是1塊美金等於7塊7這樣的港幣 對嗎? 所以變成如果你賣的是10萬的 10萬的apartment 所以就等於香港港幣 就77萬這樣 那邊有 是明白 剛才你說2000至3000美金是平方米 是平方米 對 是 但是我知道其實香港 香港朋友 其實我們香港看樓都是看2呎價 就是平方呎 所以就跟大家換算一下 對啦 其實因為1平方米大概等於10.764的尺 所以其實剛才說 如果2000至3000美金左右 就是兌換香港每一尺 大概就是1500至2200 是的1500至2200 那其實你想想 如果香港買樓一尺要1000多元 2000 其實有沒有可能 我相信大家可能 香港現在10倍了 根本賣不到是不是? 因為香港尺價其實是 根本賣不到 因為香港尺價是要1萬多至2萬元 甚至再貴一些 看在什麼地區和哪一款 但是現在香港新建的樓 都要2萬元或以上 是的 平貴 所以我也相信也是因為這樣 其實柬埔寨的樓價 可能對香港朋友來說 都是相對一個比較低的入場費 其實是 近年房產的需求 都是急劇的去增長上升 是的 是的 因為柬埔寨你可以說的 它就很比於泰國 20年的泰國 OK 所以現在你入場費其實是相當低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現在入場的話 我相信不用等20年後 變成另外一個泰國 尤其是你現在經濟這麼發達 所以我相信 你再多10年的話 我想它的價錢都已經是生長得很高 因為之前呢 如果你在說 之前如果你比起 五年前 其實它們平均的房產 已經增長到差不多15% 所以其實都算是一個很高的 然後它的租金回報率 其實都很高的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這麼高 這邊如果是金邊 至少最最低的 我講的是6%到8% 每一年 好 就是起碼的回報率 有6%到8% 是 香港其實當然沒有這麼高 是啊 是啊 如果它的地點 如果是更加 比較 屬於好市中心的 有時候它們可以拿到16% 是 明白明白 其實看到那個潛力 其實都不是說 不是說小的 真的 因為你剛才都說了 其實開始很多外國人進來投資 其實外國人最終都是需要一個地方住的 一般上它們就很少住那些地屋 因為它比較距離 離開市區就比較遠一點 所以一般上它們就會比較喜歡住一些延室 那延室又有些延室 其實就很適合外國人住的 所以變成它們的回報率就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它是給外國人 那如果你說的平均 一房的話 一個月你可以租到 美金差不多900塊到1200塊 一房 一房 就是900塊到1200塊 那都不是 所以為什麼會去到66%至8%的回報率 因為它的入場價錢就比較低 它的租金也不錯 所以你的回報率就會看到很高 明白 也聽Mandy這樣說 其實除了本地人會住 當然本地人就是那批年輕的勞動人口 就是大城市去工廠做事 是的工作 其實另一批就聽到 好像應該是外國人 可能比較喜歡東南亞地區 其實他們可能是喜歡去東南亞國家住 其實它未必是去那個地方去做事 或者是一個expect 可能純粹真的很想去住在東南亞國家 或者是自己做度假 都不出奇的 還有因為柬埔寨的生活指數應該都是比較低 是的 那個生活成本等等 可能很適合一些退休人士去之後的生活 是的 其實那邊都有很多 你知道美國 英國 甚至乎澳洲 都開始有些人會在那裡買樓 有些是做投資 但有些就是好像second home Holiday home 有一些人就認為減暴債現在是屬於一個比較合理的 退休的一個地方 因為你之前都說了 生活基準就比較低一些 那邊的天氣都ok 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歡柬埔寨 是 可能外國人 通常外國的地方會下雪 其實可能氣候比較極端一些 可能喜歡一些四季漁春 或者可能是一些亞熱帶的地區 所以就可能退休資、退休金 退休金 其實不多不少大家退休金 去到一個低生活成本的地方 就慢慢享受了 是啊 如果你說那裡的美食的話 其實我就不是覺得很特別 都一般 但是你就可以找到很多 日本餐、韓國餐、泰國餐、中國餐 其實西餐都沒有問題的 都變得很方便 再加上那裡其實很多國際學校的 是 都配合了 剛才可能遊客 也都帶進了很多當地的餐廳 變成不同的Fusion菜式 如果說外國人本身都去那裡住 自然就會有家庭 帶了家人過去 是的 外國來工作 可能一家大小都會來 自自然 其實對當地很多的社區設施 都有需求 所以就說可能有個國際學校 甚至可能有大型的醫院 其實陸續都會繼續發展下去 是的 明白 其實我想大家聽到這裡 大家就在想 是的 其實投資柬埔寨的房地產 其實都可能是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其實也都覺得投資回報率都不錯 潛力好像都挺好的 有發展空間 是的 是的 不過就這麼說 始終我們海外人士就是香港朋友 其實我們買海外樓都是 都是隔山買牛 其實買當地的房產有什麼注意呢 其實我們今集的時間有限 其實大家就不要錯過我們下一集 就跟大家繼續去探討一下 如果我們去投資柬埔寨房地產 在買樓上面有什麼貼士呢 是的 可能流程 究竟有什麼費用要交 或者可能其實有什麼注意事項 其實大家就不要錯過我們下一集的 GY Property Insider 今天先謝謝Mandy 謝謝 再見 下一集再見